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很清净的 以前没有这些东西 我想真的经历了瘟疫 对于传染病大家的提防意识会高了 那是否我们找一些晒一晒也可以清洁 现在已经5月左右了 虽然未吃端午的肿 但大家预想会偶尚回风 但我看到有人趁天气好晒一下皮 其实用太阳来做杀菌 这不仅仅是我们今时今日的人会用的 即是在说能晒得皮 古代人会被蓋皮 古代人也会晒皮 也会晒衫 知道阳光是有一种 帮我们去消毒令到东西有洁净的能力 这就是古人留下来的智慧 这是经验来的 大家看到它曬了之后 好像没有那么腐败 那些味道香了 曬衫也是 你的衫就这样洗衣机拿出来 洗完之后 它还有味道 然后曬衫就香了 还有就是曬果皮 曬海味 这些是什么 它脱了水之后 其实就比较容易是干净的 还有一个东西曬书 是呀 书真的要曬一下 是呀 你会生住书虫 会住书虫 所以曬书 那水行不行呢?曬一下水 曬一下水 曬水这件事 很有趣 譬如你在一个池塘 你可不可以曬一下水曬一下 你可不可以曬一下水曬到面头那一层 曬不到里面那一层 那些水 你看到下面都是比较深色一点的 因为水有一定的透光度 但不是完全透光的 你的水够深 它一样不太能看到上面的 起码在面头那一层水 可不可以曬太阳曬过那一层 不来饮 没有人够胆长期去做的 那些水其实在自有人类文明以来 已经很清楚是要煲水 那些水你不煲过 很容易就会隐怀人了 所以无论你在野外求生 军队作战 以及你是纯粹古代人去生存 就算你打井 那你都一定要将打水 和煲水这个习惯 融入在你的生活当中 所以为何中国选择了这么多人喝茶 另外罗马兵行军的时候 为何这么喜欢喝醋酒 那些酸又有酒味的那些东西 其实是一些发酵过的东西 亦有一定的消毒能力 其实在十四世纪或十三世纪之前 那些人是主要喝酒的 是 小学生都喝酒 是的,喝酒是一个最大的原因 就是即使中国有喝酒的人 有喝茶的人 有喝其他醋的人 有喝发酵的人 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发觉 这些都是没有细菌的概念 都是一些不会好过你就这样喝水的途径 因为在欧洲 其实很难找到清洁的水源 是的 而且他们又不知为什么不喜欢煲水 是的 应该这么说 未必明白到加热同于食物洁净的过程 那个差异 即是里面令到发生什么事 其实很多就是喝煲过的茶 喝煲过的药 喝煲过的水 喝煲过的汤 都是一种令自己可以 比较安全地摄取营养的经验 我想这是经历过很多代理的自卫累積 那说回现在有没有药核曬水 那水会比较干净 这样说吧 听起来是否很无聊 但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来说 我们要煲水随手可得 但其实可能有朋友 喜欢去一些落后国家旅行 去到一些偏远山区 去到印度这些地方 印度是经典的 印度就算去到酒店 你也记得合起口烧洗澡 甚至有些人说 你洗澡最好拿自己带去的干净水 来自己抹身就算了 我也听过有朋友 很敢死就是 敢拿一滴杏河水来喝 一滴 饿到七彩 因为里面有 丰富的大肠肝菌 不是益生菌 还有变形虫也有 是阿米巴变形虫 我敢说你不要小看那滴水 我敢说那滴水 里面的大肠肝菌量 比你家里的时间多 就是这样的 生活习惯令到自然环境 是自动形成的自然生态 就是很多菌 而通常菌是对我们受不了的 那些人是适应了 是吗? 其实我认为他们适应了一大部分 我认为太厉害你也受不了 始终这么说 有一件事你都要相信 你一定要相信当地人的饮食习惯 有些饮食习惯 他们的智慧累積就告诉你 他们会吃到一些东西去解毒 那是否解释到印度人为何喜欢吃辣? 吃辣东西和喜欢喝烤丝 就是这些乳酸发酵过的东西 就是觉得这些途径就是 可以令到他喝的那些液体 是相对比较令身体有益干净 就是小病痛的东西 有些民族 我记得俄罗斯喝了一些格雅丝的东西 其实也是的 你发觉喝一些发酵过的东西 就是一些对外无害的菌 而在这个无害的菌生长的过程中 去边缘化其他有害的东西 于是乎我们就喝一些 以有益的菌为主的饮料 就是那些里面没有什么有害的菌 就算是釀酒过程也很危险 有时候你弄错了不同的酵素 有些外来有毒的环境让出来的 让坏了一种酒 轻则味道不适合 重则你让一些甲醇出来 这些东西就会喝死人了 所以我会觉得 你如何弄干净水是一个重要课题 回到这里的题目 如果我们是一个要找结淨水源的民族 你每次要煲水 可能你要生火或者你要能源 譬如说有些非洲国家 你见到一个很悲惨的景象 就是他们经常要在垃圾堆找东西 回来做烧 你知道这样可以斩柴 但不能斩柴的地方 其中一个为何在垃圾堆容易找呢? 他们要找胶袋 因为胶袋可以烧得着 可以拿回家煲水 于是在垃圾场上收了一大堆的胶袋 当成是斩柴就扔下去烧 不是到处都有柴给你斩 然后你知道烧胶袋最后是什么? 吸进去的全部是致癌物 是毒禄以可婴 非常毒的东西 吸一多一定是生癌的 但是你不去这样做的时候 你不可以换到干净的水 所以就在想 其实我长期都在想 为了救助这些落后的国家 以及为了我们野外 更加有效地去生存 找到干净的水 甚至乎军队要用救援人员 有没有一个又便宜又快捷的 把水弄干净的办法? 其实以前你有没有听过 都是落明泛? 有,在日本人行军时 有些水弄干净的东西 就全部沉淀到底部 那你就是喝面那一层? 其实你也知道 你画得越深 你不过去喝到 那些军队也不能乱乱吃得多 其实就是那些东西你只看得到沉底部 你眼睛看不到 还没沉底部 你也不知道 但是打仗没办法 所以大家尽量想好它 其实已经是一个很轻便的办法 但是有没有更加理想的办法 是可以放一些不会饮坏的人 或者放下去你很容易收回 然后把水弄得很干净 比你用落明泛的方法更干净 其实有研究小组 我们特意在这一节就要说了 找到一个这样的方法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是未来世界其中一个 淨水科技 很值得说的 它用到的就是纳米科技 以及一些无基化学的技术 很有趣的 这里是融合了无基化学 纳米科学 以及光学 以及一些微生物学 几样的知识出来的结果 这件事是怎样的呢? 这个研究小组 他们找到一只化学物很有趣的 里面含有一些氧化铝 以及一些铜 铜有一定的杀菌能力 另外就是有些氧化铁 可能是类似铁兽类的东西 再加上有一种 我中文也不知怎样译的 这些东西是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 甚至乎有其中一种 是用来负责包住里面的东西 或者不是包住也好 是黏住 令到每一个微粒上面 都有齐了这几种化合物 这些东西只是做到纳米尺寸 就将它洒入水中 然后你搅拌坏它 搅拌坏它之后 放在太阳下面晒 晒60秒 然后里面的水 基本上一粒群都没有 但是那堆粉 那堆添加就融了下去了 怎麽办呢? 但不用怕 因为这堆东西 我们加了料 令到它会被磁铁吸住 所以你只需在容器外面 放一块磁铁 将它在容器外面 将磁铁搓一下搓一下 那你就会发现那堆 你审下去的粉 全部被磁铁牵引到杯的一边 而且还会有磁力的帮助 沉淀会很有效很干净 于是你先不要拿走的磁铁 将干净水倒出来 然后剩下的那堆粉 你放在干净 之后下一杯水继续用 所以我会认为整个步骤 整个步骤就是这麽简单 它和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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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 加一块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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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铁铁�铁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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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太阳穿过 即是穿过之后 它们和那些化学的这些 现在这就要讲到光学问题了 因为这些东西不是透过 直接像明凡那样化学地杀菌 但这不是的 这些粉加进水里 是会令到整个水本身的光学有所改变 于是令它们更有效地 将那些紫外线带进来 令到一些原本在水中间或下面沉底的菌 更加有效地令它们接触到 杯水外面晒进来的紫外光 应该这么说 这些粉就令到太阳光可以晒穿了杯水 我用我们自己熟悉的语言来说 令到杯水里面那种吸杀菌光线的能力大大提高 于是乎杯水里面任何角落的菌 都被太阳光可以晒死了 平时以水自己的光学物理 你不可以想着就这样把水晒到它没毒 但是现在你透过加一些东西 改了它的光学物理 于是令到水可以很受光 很受杀菌的光 于是可以晒死 即是杀到菌 然后这些东西是可以被回收的 于是还可以回收 起码可以重复使用30次 所以这些人就说 以后去露营 野外求生 军队作战 甚至乎在贫困的地方缺乏水源 最基本的要求是有这堆消毒粉 有透明的器皿 有玻璃杯或是亚加力透明胶杯 有瓷铁 而这些东西都是耕放的东西 并不是消耗品 你可以用很久的东西 就可以源源不绝 有干净水可以喝到 亦是攜带方便 是很简单的东西 所以这是很适合将来野外求生用的 但整个在物理学上的理论是什么呢? 其实很有趣的 纯粹就是纳米这么小的分子 它对于光的反应能力 其实很有趣的 我们有时了解化学上的染料 为何会是这样的颜色 如果认认真真想想 为何有些东西要是这样的颜色 你很多时都要用到纳米 甚至说纳米可以说是量子层面 它与外面的光的反应是怎样的 你可以问为何叶绿素是绿色 为何有些太空火箭的材料 出来的爆炸那种叫Hydraxene 为何出来的烟是红色 其实Hydraxene有时参与成为化学染料 那些染料里的颜色是说化学件 令它专业可以与哪种光有共振 令它散射到哪种光多一点 令到整个化学品最后的颜色有不同 现在这件事本身是没有颜色的 但它最主要能够散射到的就是紫外光 紫外光是一些我们看不到没有颜色的 其实这是频率的问题 波动频率的问题 就是它本身那些纳米的分子上有一些化学件 令它特别容易与这些紫外线有相互作用 如果这样说的话 其实频率也是可以杀菌的 你说如果是电池频率 你也可以说用紫外光 但是这样说 你如果这样用紫外光晒一杯水 也是有一个问题 只是水分子自己本身 就不太多反应 所以那些菌藏在一堆H2O里面 跟紫外光没有反应的时候 它就死不了了 除非你能够改了整杯水 自己本身的光学反应 你就加这些添加剂进去 加了进去之后 令到它能够周围都很容易充斥到紫外光 菌不能够透过那些 躲在H2O后面 就可以挡住无事 就不能够按 其实我就说 它是完完全全透过外面的添加剂 来改了整杯水的光学物理 而这个过程是可以回收 可以拿走的 明白 解释得很清楚了 就是最终知道为什么可以杀菌 那我们这一支结束结束之后 接着我们就做这个科学回忆路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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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锦祥工作室 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支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锦祥工作室节目